哎,怎么会有这种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胖麦 我们这个地方有点偏僻,信息传播速度有点慢 今天我才知道,竟然有人说咱们吃不起榨菜 今天他来了,我一下买了10磅的榨菜 这次我一下买了10磅,打算吃个过瘾 我还准备了4磅泡面 今天我们就将这两大奢侈品完美的结合 锅中水烧开,下入方便面 这就毫无技术含量了,煮方便面,大家都会 今天原汁原味,什么都不加,就吃泡面和榨菜 感觉有点奢侈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撒汉葱花,点缀一下 然后加入我们的榨菜 我买了两种口味的榨菜 先来个四包 把它搅拌一下 哇,看起来好过瘾 那我就开动了 哇 嗯,不错 咸味适中 吃着吃着,里面这个汤汁都给面吸收了 都没有什么汤了 好像时间没有吃这个榨菜了 今天吃一次,真香 以前嘛 我们都称这个榨菜为下饭生气 特别的好 嗯,今天这个泡面我下的时间比较短 吃起来非常的Q弹,有弹性 哦,知道妹妹到底是谁发明,怎么这么好吃 他有现在的流行,谁来他都不想炸对象 哈哈哈哈 好难听哦 哇,就炸开,好吃是好吃 刚才学了一下有些人的吃吧 一下一次已经放了四包 哎呦,现在吃有点咸啊 嗯 大家看,你看现在剩下来的都有榨菜 好吃吃着 嗯 这也没有面了 都是榨菜了 实际上吃有点咸 每天早上再下点面条,堆在里面 不能浪费了吧 这毕竟是有钱人的吃法 不能浪费 今天泡面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哎呦,这桃子又红又大的 能吃了 熟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泡面 今天去集市 买了猪肉和糯米 今天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哇,我开吃了 哇,香甜可口 把猪肉清洗干净 一干水分的猪肉切成片 大约这么厚就可以了 加入糖,盐,味精 放入姜末,老抽,黄酒 一勺黄豆酱 炸进盐 腌制15分钟 把米放进去炒成金黄色 一定要小火慢炒 防止糊 再放入八角,桂皮,香叶,花椒 放入容器来打碎 想吃这道菜 就要看出实力去了 好香啊 让它精力千锤百念 哎呦,妈,好累啊 啊 为了吃上这一口真的是不容易 啊,差不多了 可以了 把碾碎的五腔虾粉 倒入也好的肉里面 搅拌均匀 哇,好香啊 一片片的马肉盘中摆好 用烂高温的保鲜膜蒙制一下 放入锅内蒙火蒸一个小时 再把它倒过出来 这样一道色泽又有人的粉蒸肉 就做好了 开机了 尝一块怎么样 味道 嗯,不错 挺香的 嗯 嗯,今天的两个菜都是我爱吃,贵 左手一起,我好 鱼 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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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鱼 鱼 嗯 这样做出来一点也不有力 特别美味 修飙 大活动 完成 切ी 切 Germ 切码 切 今天做的这个粉熊肉 有点多了 吃起来有点有地的 太地了 今天胖妹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 拜拜